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意味着中美直航航班短期内不会增加 机票价格可能仍将高居不下 加拿大方面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最近很多人期待的温哥华青岛杭州航线又又又推迟了 目前往返中美之间的机票价格普遍在2000至3000左右 往返中加的机票价格也高达3000加元左右 一家人回国之旅依然没有那么容易 3月14日查阅中国航空公司向美国交通部递交的最新航班计划 可以发现中国东航下航南航三家航空公司均已撤回了原本的增班计划 综合凤凰网北美票地消息 目前的美中直航航线中美国共有美联航达美航空美国航空三家航司直飞 中国则有国航东航南航下航等航司直飞 今年1月东航下航南航向美国交通部递交了申请了增加航班的计划 不过在3月8日提交的新航班申请计划中 下航撤回了之前提交的纽约和洛杉矶增班计划 保留了目前的厦门洛杉矶每周两班 东航也撤回了此前预计将上海浦东至纽约JFK机场航线 从每周两班增至三班的计划 目前维持上海浦东至纽约JFK航线每周两班 在3月提交的航班申请计划中 南航也撤回了之前计划的恢复广州至洛杉矶 广州至纽约广州至旧金山三条航线每天一班 从3月26日至10月28日的下一航季 南航仍将执行广州洛杉矶航线每周两班 及广州至纽约航线每周一班的计划 加拿大方面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最近很多人期待的温哥华青岛航州航线又又又又推迟了 据一名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工作熟悉内勤的小红书网友提供的信息 该航线将推迟至5月1日 每周三5日直飞一周三班 航班号为471472 根据行程表直飞日期为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10月28日 这也是该航线付飞信息第三次推迟 眼看近期回中国机票每天都在不停的上涨 想等待这个航线付飞的小伙伴估计又要继续苦等了 一推再推 希望5月1日能够顺利付飞吧 本月早些时候 亚马逊用该公司20亿元的气候承诺基金的一部分 投资了一家由多伦多28岁科学家创立的公司 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将食物的残渣转化为替代塑料 据CTV报道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露娜玉表示 她在22岁时进入了生物塑料领域 当时她的预算很少 方法也很零散 她认为这是很有创意的 我们去Candedentail买了几个电饭锅 然后我们自己动手改装了这些电饭锅 把它们制作成了生物反应器 玉表示 那时她是多伦多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她所创建的这个临时设备 激发了她要在将来创建公司的目标 它非常的简单 就像酿造啤酒一样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将食物垃圾 作为一种能量来源或者食物来喂养细菌 玉解释说 这些细菌会消耗有机废物中的糖类和脂肪酸 随着代谢的进行 细菌会将食物残渣转换为一种生物降解物 简称PHA 在这之后 PHA就会被提取纯化并制成小颗粒 这些小颗粒会被注入成型机中 用来制作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替代品 比如食品和医疗用品的包装袋 去年我们尝试推出的一个产品 是针对纺织品市场的 鱼说道 它不是使用传统合成塑料来制作成迪伦衬衫 而是用PHA作为替代品 在有了亚马逊的一大批投资之后 鱼计划将它的可持续性 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替代品 整合进亚马逊的供应链中 他表示 不能透露所收到的具体金额 亚马逊的一位发言人回应说 对该公司的投资来自于该基金5000万元的女性创始人创投计划 不过能确认的是 这些投资的范围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这将有助于我们共同扩大我们的整体影响力 因为我们未来10年的目标是让PHA尽可能的普及 于说道 周二交通部长奥马尔·阿尔·加布拉 宣布在未来三年内追加近7600万家元的资金 以确保加拿大交通局有资源处理积压的乘客权利投诉 从丢失行李到最后一刻的航班取消 或者停机坪上长达一小时的延误 疫情后恢复正常旅行模式后 旅行已成为了一场噩梦 因此加拿大交通管理局CTA 一直在处理大量与航班延误 或取消以及行李丢失有关的乘客投诉 周二交通部长奥马尔宣布 在未来三年内追加近7600万家元的资金 以确保加拿大交通局有资源处理积压的乘客投诉权利 新资金将使雇佣更多员工处理所有索赔成为可能 并帮助解决过去几年随着航空业付出而积压的问题 CTA去年称客户投诉积压已超过3万件 比去年夏天增加了18000件 自去年假期旅游旺季以来 CTA表示已经收到了1万多起额外的投诉 旅客有权利航空公司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奥马尔说 当航空公司不提供旅客有权获得的报销或补偿时 加拿大运输署会确保乘客的权利得到尊重 联邦政府致力于对航空乘客保护条例进行重大改革 这将有助于避免去年夏天和假期期间令人沮丧的乘客体验 在联邦政府称要花费数百万调查航空公司乘客投诉后的一天 加拿大交通管理局宣布将对航空公司在假期和去年夏天的旅行混乱中给乘客带来的损失进行罚款 在成千上万的投诉中 Flyer航空公司和西捷航空公司的违规行为最多 然而最高的单向罚款是给Sunwing的12.6万 因为在12月的航班延误期间 Sunwing未能向乘客提供最新的信息 CD News采访的一位旅客斯坦利说 她很高兴听到CTA对航空公司进行的罚款 我认为这就像一份合同 你付钱 他们把你送到目的地 人们也有一些合理的希望 希望他们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把你送到地方 然而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一名旅客 告诉City News 她认为罚款太低了 他们都是足够大的航空公司 他们可能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付出更多一点 他们在12月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在旅行期间甚至不放心托运我们的行李 根据BC水电局BC Hydro最新的报告显示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开始三年多以后 BC省民的日常生活依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睡得更多 领域更少 并且在家煮饭 BC水电局解释说 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 闻省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习惯 似乎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 70%的受访者表示 与疫情前相比 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报告称 BC省民日常习惯的改变 导致工作日的用电高峰在早上推迟 并在晚上提早 这与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头几个月非常相似 这种改变是由于社会变化造成的 比如远程工作 目前依然有许多人 每周至少有一天在家工作 BC水电局发言人凯文·阿基诺指出 由于不需要通勤 看到越来越多的BC省民在晚上提早开始做家务 诸如做饭或洗衣服等 数据还显示 BC省民的用电方式和时间略有变化 超过70%的省民的生活习惯 与疫情前大不相同 工作日的用电高峰在早上会稍晚 而晚上则提早略多于一半 即51%的人报告说 日常工作习惯也已改变 这足以说明什么 为什么有26%的人在工作日依然在睡懒觉 以及19%的人晚睡的原因 事实上近一半的人表示 工作日睡得更多 主要原因是在家工作不需要通勤 随着办公时间的减少 部分人的梳洗次数也跟着减少 有15%的人表示 与疫情前的工作日相比 早上淋浴的次数减少 而淋浴时间也更短 另一方面 人们似乎也利用更多 待在家里的时间来保持居家清洁 70%的人在家工作 表示会在工作日做家务 48%的人会洗衣服 44%的人洗碗 2020年9月 受访者报告说 工作日睡懒觉 在家煮咖啡和减少淋浴等事情有所增加 而且这些趋势似乎在三年后仍在持续 BC水电局表示 一场全球爆发的疫情 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生活 很多人习惯也随着改变 2020年9月 12%的人在工作日睡得更多 2023年2月 这一数字月升至26% 增加了14个百分点 同样20%的人表示 在家煮咖啡 而2023年2月 这一比例升至34% 同样增加14个百分点 受访者还报告出 领域次数减少 2020年9月 这一比例为14% 而2023年2月为15% 增加一个百分点 流媒体的受欢迎程度和观看 也在持续增长 最初报告为29% 到23年2月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56% 外卖的数量保持不变 均为27% 对于希望减少电费支出的居民 凯文·阿基诺有一些建议 他表示 如果在家工作 可以使用节能办公设备 要知道节能设备 或设备的节能模式 通常会减少 大约70%的能源消耗 好了 以上是本期 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